都拉成语故事 走马观花 唐朝中期,有位著名的诗人孟娇 他出身贫苦,从小勤奋好学,很有才华 但是啊,他的仕途却一直很不顺利 从青年到壮年,好几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落了地 他虽然穷困潦倒,甚至连自己的家属都养不起 但是,他性情耿直,不肯走权贵之门 他决心刻苦攻读,用自己的真才识学,扣开仕途的大门 唐德宗真元十三年,孟娇又赴金参加了一次进士考试 这一次,他中了进士 孟娇高兴极了,他穿上崭新的衣服 扎上礼带红花,骑着高头大马 在长安城里尽情地游览 京城美丽的景色使他赞叹 高中近视的喜悦又使他万分得意 于是啊,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《登科后诗》 昔日卧举不足夸,金巢旷荡,恩无牙 春风得意马提及,一日看尽长安花 其中,春风得意马提及,一日看尽长安花 隐身出走马观花 原意是指骑在奔跑的马上看花 原形容事情如意,心情愉快 后多指大略地观察一下